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册的第五课 就是Lesson 5 The Facts 事实数据这颗书 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颗书的生词和端语 请大家打开书 Open your books at page 30 打开到第30页 请跟老师读一下这颗书的生词端语 Now read after me Editor Editor Extreme Extreme Statistics Statistics Journalist Journalist President President Palice Palice Publish Publish Facts Facts Im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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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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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ginally Originally Extreme 这颗书的生词不多 但是里面重点词不少 下面我们来看一些里面的重点词汇 首先第一个词我们先看一看这个重要的指报社杂志社的编辑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Editor Editor 注意这个编辑是名词指指这位人张编辑王编辑这个人 他的搭配呢首先我们先记住首先这个词表示什么什么的编辑后面一般是跟Jazz of搭配的某个报社或杂志社的编辑 咱们看一些例子 The editor of the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的这么一位编辑 在这个报社工作的编辑 本文中也如是咱们看三十页课文低 他说Editors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那么报纸和杂志社的这些编辑 这种复数叫Editors 注意后面借词是跟OF搭配的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类似搭配就主编 就编辑里面地位最重要的那个主审的编辑 叫Chief Editor Chief是最重要的 或者咱们用Editor in Chief意思一样 叫报社杂志社的主编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那么这个词呢是来自于动词 就是编辑文章这个动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把OR去掉就行了 慢慢来 Edit Edit 表示编辑文章这个动作 这个动词我们看一些例子 这是集物动词 比如说Janet edited books for a variety of publishers 这个Janet这个人呢 他为了很多出版商都编辑了这个书刊 为了很多很多出版社编辑这个书刊 就是什么编辑呀 什么校对呀 做这个工作 那同样的我们再看一个被动的例子 Her original text has been heavily edited 就是它的原来的文字 它的原文得到了大量的这个编辑和商改 就是呢很多地方都经过了编辑 经过了改动 叫be happily edited 这个edit是集物动词 主动被动都可以 那么它有几个同根词特别重要 比如说我们说书或者报纸或杂志的版本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同根的名词慢慢来 edition edition 就是纸纸外壳的平装版本 hardcoveredition hardcoveredition叫做精装版本 精装版本 就是皮是硬的 或者我们叫deluxe edition deluxe是一个外来字 这个词比较豪华的 这个豪华版本 不但是精装 而且印刷特别精美 当然价钱恐怕也最贵 我们再读一下这豪华的deluxe deluxe 这是书的某个版本 再看例子 the first edition 表示第一版书或杂志的首版 revised edition 是一个修订版 这个revised revisc 做动词是修订 这个把里面错误定正过来 一个修订版本 同样的 in its sixth edition 在它的第六版 在这个书的第六版里边 这个six表示第六 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这是我们看到edition 表示编这个具体书的某个版本 跟那个编辑edit 这个动词可以同时记录 但是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词汇 这是就是我们在edit这个动词后面 editor后面叫i-a-l 这个词既可以当形容词 也可以当名词来用 当形容词来用 就是表达编辑的 跟编辑相关的 作名词就是在报纸上特别重要的 社论或者社评 编辑写写的这么一段话 本报社论或者社评 我们再大声来读一下这个词 editorial editorial 作名词叫社论或者社评 咱们来看一些重要的例子 我们这个词在听力考试中多次出现过 咱们先看一道六级的听力真题 我们先仔细听一遍 看应该选哪个 好 我们再来一遍 他问这个女人在哪里工作呢 咱们要是认识这些词的话 发现好简单的 应该选择C选项 她在一个报社工作 在一个报纸的办公室 就在报社工作 为什么呢 咱们原文再看一看 Question 7 Mary is in charge of the art and music section In Charles the sports page What about you? I'm responsible for the editorials Where does the woman work? 咱们看到怎么说 第一个男的说 Mary is in charge of the art and music section 说玛丽呢 Be in charge of 第一个讲过就负责 她来负责呢 艺术和音乐这个专栏 这个板块 这个section可以表示报纸的某个板 就是这个板块 由玛丽负责 And Charles the sports page And Charles the sports page And Charles呢 这个人呢 他来负责体育版 这个page跟前面section 类似 也是报纸的版面 页面 这个意思 And Charles后面省掉了 Charles is in charge of 这个病例 这个病例剧中 她的微语动词被省掉了 And what are you? 那么你负责什么呢? 第二个女的说 I'm responsible for the editorials 我负责呢 社论社评 这个内容由我来负责 你看这个社论社评 editorial这个名词都出现了 那么问这个女的在哪工作呢? 答案是C 在一个报社工作 这是一道六级的听力真题 好 下面我们再来听两道 托福听力真题的片段 同时看看 应该选哪一个 好 我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这个女人正在努力做什么事情呢? 咱们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好了 大家说应该选哪一个呢? 正确答案是D选项 Prepare an editorial for this week's newspaper 为了这周的报纸 准备一篇社论社评 又出现了editorial这个词 好 那么再看个原文 看个两个人究竟说了哪些内容 Question number 25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so diligently? an editorial for the newspaper If I miss the midnight deadline it won't be printed until next week What is the woman trying to do? 第一个男的说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so diligently? Work on 就致力于去做某个事情 你现在这么勤劳的 这么勤勉的 在做什么事呢? 这个diligently是勤奋力 第二个女的说 an editorial for the newspaper 我给这个报纸来写一篇社论 他说如果又错过了 这个午夜的这个截止时间的话 deadline就截止时间 那么到下周之前的话 恐怕都不会这个发表 都不会出版了 都不会印刷好了 那么当然是表示 为这一周的报纸再写社论 对吧 那么正确答案是D Prepare an editorial for this week's newspaper 你看editorial这个词是相当长考的 家门我们再听另外一道听力真题 我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一遍 Question No. 34 Would you pass me the sports section, please Sure, if you'll give me the classifieds in the editorial section What are the people doing? 我们只要能听懂这些 Pietro section 基本就做对了 咱们看应该选哪一个呢 当然应该选择C选项 Reading the newspaper正在看报纸呢 咱们原文再看一看 看看刚才有没有完全听懂 这又是一个谈论一个对话 第一个呢 这个还是难的说 你能不能把这个体育版递给我呢 就是我这个 你的看完了吗 能不能递给我呢 第二你的说 当然可以啊 If you give me the classified ad in editorial section 但是呢 有个条件 如果你要递给我那个分类广告 还有社论这个板块的话 这个这个专栏的话 我就把这个体育版给你 那么这个section多次说过 是咱们报纸里的板块 某一版 classified ad 就分类广告 editorial 当然是社论或者社评了 最后问 这个这帮人在干嘛呢 当然是他们正在读报纸呢 就好了 这是第一个重要词汇 就是编辑 报社的编辑 叫editor 好 下面我们看第二个重点词汇 这个词做名词表示极端 这个词本身做搭配里的构成词特别重要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extreme 注意不要读成extreme 因为这个ch 在s后面中读的话 要酌化一下 有ch变成j 这个声音 再来一遍 extreme 再来一遍 extreme 叫做极端 好 这个词呢 首先要记住一个关键性的五星级重要搭配 叫做走极端 太过分 叫go to extremes 走极端 那go不就走的意思吗 这个特别好记 我们看一些例子 这个是我们本课书中三十页第一段第一句话里出现了 那么报纸和杂志社的编辑经常过分的给他们的读者提供那些并不重要的这个事实和数据 在这里面就是过分的走极端了 走极端这个事情过得过火了 可以这么来说 同样的我们再看在另外一课书中 就是56课 在252页的第14行到第15行 252页的14到15行 有这么一句话 56课河流我们的邻居 This is a rare occurrence as the climate seldom goes to extremes 但是这是一个很少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里的气候啊 很少会走极端 既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 以及不会太汗也不会发洪水 叫go to extremes 走极端 可以把这搭配同时记住 那么跟那相应的还有几个类似的用法 咱们可以顺便同时记住 比如说我们说 from one extreme to the other 从一个极端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不是太冷就是太热 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 两个极端 所以在这不能用to another 而是to the other 这个注意搭配 咱们看例子 in terms of healthy eating I go from one extreme to the other in terms of 可以表示从某个角度 或用某个方式 在这翻译成从这个角度吧 在这个健康饮食这个角度来说 我经常从一个极端 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要么就太这样 要么就太那样 总是不能处于中庸这个状态 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 那就from one extreme to the other 注意不是another 是to the other 这个固定搭配 还有另外一个常见结构叫 在两个极端之间 叫between two extremes between two extremes 这个也好记 来我们看一下例句 比如说 the public views on genetic engineering seem to range between two extremes 这个公众对于基因工程 这个观点 似乎总是处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 这个range表示在某个范围之内变化 只是从这个极端到那个极端 就是公众的对于genetic是基因的 它来自名字gene 对吧 engineering是工程工程学的 有的人非常支持 认为它能提高两制产量 有的人非常反对 认为这个东西危险 不能够轻易尝试 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徘徊 叫between two extremes 可以这么来说 那么当然这个词呢 做名词叫极端 这几个重点搭配记住 同样它的词性 也可以当形容词来用 叫极端的 特别的 叫极端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extreme extreme 就是极端的 过头的 过分的 我们同样 通过几个例子来看一下 先看第一个就 第一个例子 extreme poverty still exists in many rural areas 在很多的农村地区 极端的贫困 依然存在 注意这个poverty 是poor的名词贫困 极端贫困 用extreme poverty 再看 it is necessary to use extreme care 或use extreme caution with chemicals 我们知道做名词 叫化学物质的意思 他说必须什么呢 我们在使用化学物质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用极端的谨慎才行 极端的谨慎小心 叫extreme care 或者extreme caution caution 叫小心谨慎的意思 极端的仔细 极端的小心 可以用它 好 我们再看例子 比如说 force is only justified in extreme circumstances 只有在极端情况之下 那么无力才能够被证明是合理的 就是才可以使用无力 justify做动词 可以表示证明某事是合理的 在极端状况之下 比如出现无力的暴乱 这个时候 我们才可以使用暴力 来解决 那么处在极端状况之下 叫extreme in extreme circumstances 这个情况状况一般用复述 这是重要的这个形容词 叫extreme 那么还有它的复词形式 也是生活中用的特别多的 叫极端的怎么样 用它来修饰名词 特别常见 我们在大声度下 extremely extremely 注意直接加l1 它的搭配有be extremely difficult 极端困难 be extremely important 特别重要 be extremely useful 极其有用 be extremely complicated 特别极端的复杂 be extremely pleased 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be extremely grateful 特别特别的感激 叫极端的特别特别怎么样 这个结构用的特别特别多 咱们写作中呢 可以参考 那我们看几个例子 首先在27课中 就130页的第四行到第六行 出现了这么一个例子 130页的第四行到第六行 Now it may be possible to measure the value of material goods in terms of money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estimate the true value of the services which people perform for us 尽管要用金钱这个方式来衡量物质商品的价值是可能的 但是要去评估一下我们人们为我们做的这个服务的这个真正的价值 确实极端困难的 你看极端困难叫extremely difficult 可以用它 好 不错 我们再看在46课 自己动手去做这个这颗书中 在212页的第24行到第25行 212页的24到25行里面出现这么一句话 叫but I was extremely pleased with myself I had traced the cause of the trouble 但是我对自己呢却特别开心极其满意 为什么呢 因为我找到了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非常高兴的非常满意的叫be extremely pleased pleased叫做happy and satisfied 既开心又满意 这是extreme当副词的用法 可以看到这个词各种词性都特别重要 这是咱们第二个重点词汇 就是极端extreme